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一天 侯波作为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 当时的唯一女记者登上了天安门 这是侯波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一瞬间 侯波摁下了快门 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我觉得很有幸的就是 我们老两口都上去了 许老拍电影 我拍照片 但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 但是我觉得这点菜我们是非常忘不了的 当主席宣布的时候 主席的声音都有点发展 正华人民正乎贵 正阳人民正乎贵 今天成立了 中文字幕提供 那个角度没有未选择余地 因为什么呢 那个天安门上面现在加宽了 原来就在爱着它们就爱着这个琉璃瓦的边上 我就挤在那个地方 你看主席前面有很多麦克风 就是那么一点风 那个时候经历非常集中 我觉得有人穿我衣服我有感觉 但是不知道谁穿我 我全身都关注在主席讲话上面 后来我甚至谈回来以后 我才看到是总理在这儿 总理是说话了嘛 我心里非常激动 总理那么关心 他很细心 注意安全 彭老总说 小猴 他们我叫我小猴 小猴你小心啊 掉下去可吃不上 可不能吃饭了 就开玩笑 历史选择了侯伯 他为中华民族记录下这个伟大的瞬间 为世界记录下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伟大事件 开国大典后 侯伯全家搬进了中南海 他成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那时 他已是四口之家了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要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 侯伯跟随主席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这是侯伯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 当时侯伯只有三十岁左右 常常一身青砖 每次拍摄 他总是要走在主席的前面 专注着胸前的相机 寻找着最佳的拍摄角度和机会 主席对我的要求呢 就是叫我手盘他担任的 你不要把江头老对着我 你要对着广大群众 我和群众在一起也可以 侯伯知道毛主席并不喜欢拍照 所以很多时候他只能偷拍抓拍 甚至还要将照相机藏起来 侯伯对每一次拍摄都倾注自己全部的激情 以女人特有的细腻情感 捕捉了主席一个个稍纵即逝的瞬间 这是毛主席唯一的一张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 我平常坐不到一个飞机上 还有一个就是胶片 我到里面底下照了 照完了以后了 还有一张照片 因为我那个是胶片 都是还有外汇买啊什么 我很节省的 最后还有一张 一张我一看 我出去拿个帘子 它在那边摆 我们在这个飞机尾巴上面 小飞机 我一看主席在那边看文件 我就悄悄地爬过去 我把距离光圈都对好 爬过去 按了那么一下 这些没有发觉 那张照片 就照常了 就一张底片 现在很多照片都是一张底片 给毛主席拍照并不容易 主席所到之处 往往人群前呼后拥 先若瘦小的侯波 很难找到好的位置 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一次 侯波随主席回长沙 在湘江边就遇到了一次 是他难堪的经历 在湘江边就遇到湘南去了 在湘江游泳的我还是在船上 在湘江游泳的我还是在船上 结果下来以后 主席批着游泳鱼来上岸 我呢在后边呢 在后边呢 在后边呢我就正好那个 那个蒸水了 那个南方那个那个江边上面 都是那个马桶 马芬缸 有这个肥料 这个缸都在这个水里 这个水呢 蒸水了就淹住了 我看不见 我就一搞就掉到坟缸里边了 是出了阳性 搞得一身臭红红的 我就赶快到水里边洗一洗 就过去了 尽管这样 侯波并没有耽误工作 在一个农家门口 他看到主席赤裸的双腿 沾满了淤泥 惬意地吸着香烟 在与村童谈笑风生 侯波及时抓拍下 这动人的场景 这张不同以往的照片 使人们看到毛泽东在生活中 和蔼可亲的一面 毛主席最喜爱游泳 1956年5月31日 侯波跟随毛主席 来到武汉畅游长江 很多长江的时候 我就在穿上 穿上这个衣服全湿了 主席说你有什么不下水啊 我说我不会 我不会游泳 他看我的衣服湿了 主席说 你多喝几口长江水 你就会游了 要到大风大浪里边去锻炼 当时毛泽东已是63岁的老人 主席于大风大浪搏击的伟人气概 在侯波的手指间被定格为永恒 这一双手 反正是给主席留下了 起码就好几千张照片 跟随毛主席工作数十年 每一次跟随主席外出拍摄 侯波都把它当成向伟人学习 和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 在主席身边工作 侯波经常有机会聆听毛主席的教导 那天就问到我了 你看什么书 我说我在看《红楼梦》 主席就说了 他说 你看多少了 我说 我一遍还没有看完 主席讲了 《红楼梦》是一本好书 但是不是随便看一看 等着故事看 你不看《红楼梦》 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封建社会 他里面这些人物 仔细地就讲这些人物给我讲 他说你要看《红楼梦》 这个叫看三遍到五遍 你才有发言权 我说我一遍都没有看完 他们亲历历史 走过了风云变幻的年代 历史选择了他们 让他们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记录了美人显为人知的一面 不同寻常的工作经历成就了他们 让他们成为不寻常的历史见证人 敬请关注《传奇中国》系列节目 在主席身边工作 在中南海 侯伯为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拍了很多的照片 与他们同样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被誉为国母的宋庆林 像妈妈一样呵护着她 她还经常得到古道热肠的朱德 慈父般的问候和关怀 温门尔雅的刘副主席 虽不善言谈 却和蔼可亲 仗义直言的彭大将军 总会让侯伯感到敬佩 对侯伯夫妇来说 还有一位让她感到最亲近的人 那就是周总理 在怀仁堂里边召开一个会 总理开一个民族人士会 我得到这个消息晚了 平常我就不是真的 所以那次我就晚了一点 总理后来就在很多人面前 就批评我了 说你怎么老站到来不着呢 就说我了 说我了我就很紧张 在那人的面前让总理不高兴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我就赶快照了一张 我就出来了 我出来以后 我去流眼泪了 一些工作人员都坐在外边 他们就问 他们也知道 他们说你怎么样了 你还委屈了 总理说你 你就流眼泪了 我没想到总理批评 爱不到了 有一次跳舞 跳舞嘛 那这个礼拜六我就去了 因为就在中南海里边 我想 我就很害怕总理了 我就坐在一个大柱子后边 我说总理就看不见我 结果总理来了以后 到处看 他看到我了 因为我在他低着头 我没有看到他 后来这个音乐一行 总理走过来了 总理走过来了 哎呀我一下害怕了 总理说 我请你跳舞 我就赶快出去了 出去以后总理就见了 总理说你今天为什么躲在后边 我说没有我来得晚了 总理说你撒红 你是不是上次我批评 我说你了 你不高兴了 他在那天我有点紧张 所以你在我们跟前工作这么多年 你应该了解 所以我去流眼泪了 总理的平易近人更增加了侯波对伟人们的崇敬 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 一晃侯波已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2年 1961年 由于工作的需要 侯波被调到新华社 就要离开中南海了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向毛主席辞别 我去进去告诉主席 我说主席我要回去了 我要到新华社去 我就把这前后给主席讲了一讲 主席说 欢送你 你们到底是在我这工作很久 给我们一些两道同志拍了很多照片 希望你到新的工位上好好工作 我说我国际工作做得很不够 我请主席员领 主席说不是这样的 你到你走了以后 你还可以经常来门来看我 还可以写信打电话都可以 我走到门口要给主席见个礼 主席眼线好 虽然离开了中南海 但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 后波永生难以忘怀 在离开中南海的第二年 有一天他生病了 主席就给我写了一首诗 就送给我 就是那个天高云淡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每当看到主席的手记 侯伯就会想到在中南海 想到和伟人们在一起的时光和岁月 对侯伯来说 主席的关怀是最大的激励 尽管也曾有过危难时刻 但是侯伯始终没有给主席 写过一封求助信 自1961年离开中南海 再见到主席却是1976年 在毛主席纪念堂 在主席的灵酒前 主席这个灵鹅纪念日 我们都去看他 看他说我们可以站在那待很久 人生自有境界 华灯抽煞 喧嚣见银 异性安伤 记录片栏目 传奇中国 璀璨呈现 传奇从现在开始 看中国 离开主席后的十几年中 国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侯伯和丈夫也未能幸免 经历了风雨考验 我说我相信等会搞明白的 他们就拿棍子打 后来这些同志觉得 对我见到我都觉得 我那个时候那是 这个江青这四人帮们 我也不埋怨这些同志 尽管有位主席工作十二年的经历 可四人帮仇视他 一夜之间 侯伯成为隐藏在中南海的反革命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 由于是四人帮的点名 侯伯被重点监视 发配到山西革命老区 中条山劳动改造 熟悉的家乡 熟悉的土地 熟悉的乡情 几十年后的今天 他再次回到这里 再次得到了父老乡亲的关爱 在干小劳动的时候 来点汗 他拿个罩子 这个汗 我来就得看着 错开一点就不行 结果这么两天以后 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张不开了 我就什么 也上厕所都去不了 但是这个房东家里 这个一个大嫂 非常好 他们对我很好的 他张小孩围着来 他就 我这眼睛张不开 他就 他们都上工去了 我们那些干小 那少反派都去上工去了 他就给我挤了个类 点到眼睛里边 他说这个可以制眼睛的 另外就是给我 他们走了 给我煮的鸡蛋 面条 打扫了就 把门锁起来 坐着远远的 去封锁 我不敢吃 他说你吃 我到外面去 你吃你的 说完了 你把碗放到边上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 给我留下来很深的 我觉得老百姓 真是不一样 所以我这个 那年去了以后 前年去了以后 到他家里看 看到他家里的孩子 都长大了 家里盖了新房子 内心坚韧的侯伯 能忍受一切外来的磨难 却无法抑制 自己对伪人们 亲人一样的情感 最让他难过的 是周总理逝世的那段日子 我总理 我最后 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总理对我们 一家都很好的 所以后来 我就回来 后来梁道上就知道了 就告诉我 那个专州了 我回来 那是冬天嘛 我回来 我就找了一块黑沙 真的就绑在这个上面 我从 从土边树这边走 我一直哭到 这个北京医院 所以 第一代两岛人我觉得 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 他们就像我的老人一样 因为我从小家里老小 我的爷爷也好 我的父母也好 他们都其实很早 我觉得对我们这老一代两党人的 我对他们的感情超过了我的父母 他们比我们的父亲 我对他们的父亲 他不懂什么 他不懂什么 他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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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歌 他不懂 他不懂 感谢观看 这个经历不行了 现在感觉到来日苦短 不是来日方长 现在好像要做的 这个事情很多 你包括过去拍的 这些东西 老是没有一个时间 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 如今 两位老人又干不完的事情 他们珍惜每一天的宝贵时光 岁月给夫妇俩太多的美好的记忆 两位老人经常会沉浸在对幸福往事的回忆中 我们到日本去 日本人问我们 你们两个 谁先提出来的 是吧 我说我们在沿岸的时候是十八笔 嗯 十八个男同志一个女同志 嗯 嗯 我还是有把握的 我在沿岸也是个小红人啊 嗯 干杯 你又主动了 嗯 好 嗯 干杯 哎呀 哎哟 我们两个加起来三个八 你是八八 我是八 八 三个八 三百二百四 哈哈 哈哈哈哈 你竖起来找的 别说是竖起来 你来看看 还可以啊 啊 但是我这个图图还是还是很严谨的 嗯 我给你加十分了 哈哈 哈哈 徐潇兵镜头中 侯波的形象已不再年轻 但妻子的微笑依然那样甜 当年沿河岸边那份情 饱塌山下那份爱 依然荡漾在老人的心田 这不了的情 不变的爱 伴随两位老人度过幸福美好的晚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